不過我想呢這個在這邊還是再次正式的跟我們現場所有的媒體朋友們先打個招呼吧 來來來 阿翔講到前面來 哈囉 所有媒體單的大姐們 我們是MP魔幻力量大姐大家好 是的 這個一年多的時間啊 大家只有等很久呢 終於等到這個你們的新專輯了 但我們可以聽到 因為其實一開始的時候我有提到就是專輯裡面加入很多EPM 電子的東西在裡面 跟以往呢有什麼不同的地方呢 其實因為這也是就是 我串了 我們因為跑了三張專輯然後也跑了上百場的表演 然後我們慢慢從這些表演當中然後去尋找最適合我們團的方式 然後我們發現其實做電子舞曲這塊對於我們團在詮釋或者是現場氣氛來講 我們都掌握的是最得心應手 而且真的你知道嗎 高火在旁邊看啊 很多的媒體朋友真的都有這樣跟著在點頭 就聽到音樂就很想跟著一起跳起來的感覺有沒有 所以其實這張專輯就是我們特別在電子舞曲這一塊做很強化 對 可是其實還是少不了就是我們MP style的搖滾 還有一些素情歌 所以其實這張專輯是一張非常動感 但是一定是很感性的一張專輯 而且很用心製作對不對 因為其實剛剛有提到在過去一年多的時間其實你們說自己的巡迴 然後還有跟著小琦哥跑了很多在全世界的巡迴演唱會 然後又有很多的代言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對 我們有代言那個 代言的品項可以講嗎 其實我們很開心就是有去拍了廣告 對 對 然後還代言了手錶 知名超商那個便利商店 對對對 然後也代言手錶 然後還有一直支持我們服裝的搭搭這樣 對 很開心 非常謝謝他們 很開心 而且剛剛有提到啊 其實剛剛提名有講到就是經過這一年多發現呢 其實最得心應手的就是關於這樣子的音樂對不對 那其實在接下來專輯發行之後 12月25號你們是不是也有一個很不一樣的Party 這個Party有什麼特別的呢 要不要跟大家介紹一下呢 其實他也算是我們的新歌發表會 是的 那我覺得其實大家一定都有看過舞團 也有看過樂團的演出 對 可是你一定沒有看過樂團加上舞團 把它融合在一起對不對 對 所以其實這樣 這場演唱會就希望可以帶給大家 所有可以聽到這個電子舞曲的嗨 但是也可以感覺到搖滾的力量 對 而且剛好那天是聖誕節 所以我們會把那天的整個舞台 其實打造了非常的有聖誕節氣氛 然後希望那天大家都可以一起來跟年輕魔幻力量Party 一起過聖誕節 對 而且其實我們內有設計一個延伸台 直接到PA康台那邊 所以其實只要買票進來的觀眾 他不管在哪個位置都是第一排 沒錯 都可以近距離接觸到你們對不對 就在12月25號 就在這個Legacy 也希望大家好好支持魔幻力量 然後幫我們好推薦這個耶誕Party 非常非常特別 剛剛講到結合了舞團然後跟搖滾對不對 好 那當然呢我想呢 這過去一年多啊 真的看到你們就是一直很努力 然後有很棒的表現 而且其實在這張專輯裡面 我發現有一個你們的創局 就是第一次參與到電影主題曲的製作 對 有一首歌叫做天璣 對 然後其實 因為其實我們一二張主要的歌 其實都是搭配到偶像劇 那其實這次非常開心 然後有受到這個電影的青睞 叫做天璣復春山居途 然後其實是劉德華跟林志玲主演 超興奮 很興奮 對 其實這次很難得也是跟 就是師兄無疑天的阿信 沒錯 有第一次音樂上合作 對 除了跟阿信有合作之外 還有跟另外一位音樂彩姿有合作 研究也有在裡面彈鋼琴 對 算是我們相信音樂一個 史無前例的結合啦 對 好 非常期待 在這個新專輯裡面 也可以聽到這首 那剛剛也有提到 其實除了這一次呢 第一次呢 這個製作了電影的主題曲 其實在很多的偶像劇啊 或是一些戲劇 都可以聽到你們的歌也 對 其實還蠻幸運的 就是從第一張 第二張 第三張 每個都有歌 然後可以當偶像劇的片頭曲 對 就只差沒有演而已 哈哈哈哈哈哈 這上應該有機會 他感覺蠻想演的 感覺很想演 但是我聽說就是 其實這張專輯呢 第三張專輯應該算是你們 史上有史以來 最難選歌的一張作品喔 對 此話怎講呢 絕對是 因為其實就是 太多的歌了嘛 經過 經過三張專輯 其實大家對音樂的掌握度 還有沒有敏感度都更高了 所以其實這張專輯 大家都更積極投入創作 對 所以其實就是 那個量一大其實 然後很多歌都真的很不錯 所以有時候在曲神都真的很困難 是 像這張專輯其實就有 三首歌式的曲 是由姑姑的創作 唉唷 對 或者這張專輯像 你要不要講啥 對啊 其實天璣也是姑姑的曲 對啊 對 因為那個 其實因為在 這個專輯的製作期 其實拉了很長 就是我在到處表演之餘 婷婷還要一直不停在寫歌 那對於專輯來講 婷婷她是主要創作人 所以她的壓力 畢竟就是非常的大 是都消瘦了你 消瘦了 因為我本身沒有 沒有這個壓力 所以我就是 那時候我就剛好去想說 寫一下這個歌 看看有沒有機會 就剛好被選送 就很開心 很開心對不對 而且是劉德華主演 對啊 對啊 也太幸福了好不好 不過其實剛剛 可以聽到就是 專輯真的 讓人會很想跟著音樂這樣跳 其實聽說那個拍MV的現場 也非常high 你們把那個 人家攝影機都燒壞了 對 因為我們在拍射手 這首歌的MV的時候 是 因為其實他也沒有一些雷射的效果 就是剛剛那個雷射光 就是剛剛那個雷射光 對 大哥的鏡頭可能要小心 對 而且剛剛那個光線 沒有對照 沒有對照 設計燒壞 然後其實在另外一支MV 感覺犯 感覺犯 然後有一幕是我要砸蛋糕 然後當然就說 你就砸 一定不會砸到攝影機 結果我把攝影機在那邊丟 結果我一丟就直接正中 那個攝影機的鏡頭 當下感覺應該還不錯吧 很尷尬 我當下很緊張 因為那個攝影師是非常資深的前輩 重點是那台機器很貴 對 不是他是前輩的 你一台機器很貴 對 好險他沒有就是 就是成功計較 是是是 但也沒辦法 但是這一次 我們哥也看到了 剛才就是還有那個舞蹈的 射手舞 這算是第二個創劇 剛才第一個創劇 就是我們跟電影搭配 這是我們第二個創劇 但是是我們第一次的大突破 對 因為加入舞蹈這個演技 我發現你們還蠻會跳的耶 其實嘎嘎他本來 嘎嘎本來就還蠻會跳 因為他私底下都會一直衝 從小就是個舞棍嘎嘎 是個舞棍嘎嘎 不要亂CUE 真的還蠻會跳的 對 其實我本來是一個 就是舞蹈的障礙 你哪有啊 我真的 有有有有 我可以作證 你剛剛有的咧 那我相信剛才大家應該都看不出來他是 肢體有問題 那我就有安心了 對 但是這次真的有很多的突破 而且就其實你們有 希望在2月3號前 對 我們自己給 給自己設下來 因為我們覺得 這次就是 這張專員其實也是想要跟大家一起 就是說到這個Party的感覺 那射手舞 我們也想要就是跟大家一起同樂 所以我們希望就是找很多的朋友 找一人朋友跟我們一起跳的 對 因為其實這個動作很簡單 就是巴翔是來自後裔嘛 因為其實就是一個拉動作 射手的動作 拉動作 射太陽嘛 然後跟著那個節奏 對 所以我覺得這個會是一個 很有趣的互動 所以希望大家再聽到這首歌 然後或是現場 一看我們演出的時候 也可以跟我們一起動一下 對 這樣子才會 可以有大家一起 一起完成一個Party 其實聽起來真的還不賴 但是2月3號要找到100個藝人 你們現在目前 截至目前為之 二十幾個 是 我沒有 我跟你講遊戲規則是這樣 好 其實是團體只能算一個 團體只能算一個 好 團體只能算一個 好 大五月來自能算一個 是是是 那我們來看一下 因為今天其實我們也準備了相當精彩的 射手舞的VCR05 巨星喔 我們一起來欣賞